没有设想说谁是第一名第二名 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够是有非常好的成绩 加油把你们最好的那一面 在这次的final总决赛里面好好地表现出来 我非常期待也非常地替你们骄傲 我热爱音乐会不会放弃音乐 我一定要撑到最后一秒 我一定会给大家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就想跟自己说 总决赛的时候好好表现自己 已经到最后一刻了 我就希望我能够在台上 可以演出对得起自己的表演 希望可以继续加油 然后唱歌更有感情 可以感动到你们 我觉得我现在还在做梦 我是总决赛的选手之一 真的有点吓到 现场起爆的观众都为了这六位 给他们加油打气 我想他们在我身边呢 现在这个心情非常的忐忑 非常紧张 好奇怪 一次又一次的比赛 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 其实他们都参加过很多了 但此刻我想心情又是非常的不同 首先我们请这个最会讲话的man哥 来告诉大家 你也参加过很多歌唱比赛了 对不对 也从星光大道毕业了 这次参加传奇赛 又到了最后一刻 此刻的心情是什么 其实现在这个清醒 不是清醒 是心情 现在这个心情 真的是非常隆重 然后其实也是非常的紧张 那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能够唱歌给大家听 其实就是 我觉得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好 这个man哥呢 一向话不多 那但是呢 在这个一路成长 我想他的心情也非常复杂 我觉得六位选手 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包括man哥 其实在他心中 何尝不想拿下一座总冠军呢 今天 有没有信心man哥 有 有信心 让我来为各位 念一念 今天的奖品是我们精心娱乐 为大家这个去这个 找到很多不同的这个 很好的奖品 以及奖金 第四名 东元家店提供47寸高画质数位 一金 47寸哦 第三名 有奖金30万元 以及何连硕和卡拉OK十组 启航国际共同提供的 金酱好卡拉OK半唱组合 回去再继续练啦 第二名 奖金50万 还有 David's Diamond提供的 星光设计款 钻戒一枚 第一名 奖金100万 以及大英旅行社提供的 长滩岛五日双人自由行事商务仓的来回机票跟住宿哦 还有肯丁凯撒饭店住宿券一张 另外呢 在这边呢 也这个再次提醒大家哦 这个简讯人气王的这个选手 他可以获得这个 肯丁凯撒饭店住宿券一张 同时这个参加票选 参加投票的幸运观众 也有机会得到 那么这个规则呢 相信这个六位 清楚吗 妍一格 现在清楚规则吗 应该是清楚的吧 应该 好紧张 对 因为你还要练跳舞 我有看至少你以前有练过芭蕾的底子 但是现在在这个舞台上 已经不是在PK了 已经走到总冠军了 现在 不可思议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走到今天 完全没有想到 不然你以为你 你大概20强就被淘汰吗 就是 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 OK 所以现在 你为什么讲话有点虚弱了 妍一格 就想护着喉咙 对 对对 不好意思 因为我看到这个报上 这个媒体有说啦 因为大家觉得你最具冠军像 可是你说你可能这个嗓子 好像有点累了是不是 对 其他几位有机会了 这今天晚上最大变数很难讲 我们要看这位浴火凤凰啊 对不对 你看跆拳道 还有我们的那个羽毛球小将 腿已经扭伤了 最后还是打败韩国人 拿下总冠军 这很难讲啊 好不好 桑子 桑了 说不定今天还是你总冠军 但说不定 很难讲 可能是Rose 可能是魏如云 跳出来 很难讲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规则 比赛规则 今日比赛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演唱成绩 与前三场积分赛分数加总 累计最低分者为本届第五名 第六名 第二阶段积分方式为 前三场积分赛加决赛第一阶段分数 除以4占40% 第二阶段歌曲同样占40% 最后观众减讯票数占20% 三个分数加总最高者 即为星光传奇赛冠军 目前积分 岩宇阁71分 刘明湘68分 叶伟霆68分 魏如云67分 张兴杰66分 吴忠明60分 究竟谁会夺冠呢 精彩赛事即将展开 再次提醒今天 前面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要用简讯投票的话 我们的截止时间是在 第二轮最后一位参赛者演唱结束才停 所以在这个之前 你们都还是有机会 一直不断地听你们最喜欢的那位选手 来投票加油 那么代号由自己来跟大家公布 来 从大Q开始 吴忠明 5201 谢谢 可以拉票 不要只报号嘛 就是都到了总决赛了 拜托大家多多帮忙 5201谢谢 好 Main哥 各位朋友注意了 那请你们拿出你们最神圣的一票 我的代号是5202 请支持我一票 谢谢 好像新北市 五都参选人 来 魏如云 拜托 拜托 5207 幸运星 我是幸运星 请大家投给我 谢谢 好 很性感的小叶 来 好的 我是黑妞叶瑋婷 我是5204 姚不婷 请大家不要忘了 投我一票5204 5204 姚不婷 谁跟你想的slogan啊你 好 Rose 嗨 我代号是5205 我爱你哟 好 5205 我爱你哟 来 哥哥 我是5206 也是我爱你哟 你抢了我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没有啦 没有你5206 比较有点台湾味啦 对 他们有跟我说 我爱你溜 有没有 还不错还不错 好 现在是个心情放轻松啦 大家先下去准备一下掌声 再给这六位选手一次热烈的鼓励 大Q还是呆呆的 主持人尾巴说掌声 谢谢 就是要走了 还是站在这里 很可爱啦 好 那当然呢 今天各位注意了 这么重量级的比赛 当然我们请到的评审 绝对是international super天王天后师的 首先第一位黄大卫老师 David老师 你知道吗 现在的同学呢 他不但是看分数 他还会看表情 每一个能够得到你的人体绝世骨 这样 就是最高荣誉你知道 那我不用讲话了 对不对 我就是就好了 就可以了 好不好 就是看你享受的表情就好了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莫文威 Karen 今天你尽量讲 什么不好听的话尽量讲没关系 我们会帮你剪掉的 是吧 Live show可以剪掉 没有被骗到 又出了新专辑了 而且越来越美丽了 告诉所有的这个同学 如何在台上 尤其是Live播出 能够不紧张 有没有办法 以前小时候 练习上台表演 就已经是 知道要设定一个点 在最远处 然后就不管 一直看着那个人 就可能是一个一个东西 可能一个墙 OK 所以这样才不会分心 不会想太多 就享受自己的比赛 OK 所以今天站这个台上的参赛者 有可能那一点就是伟忠哥了 欢迎王伟忠先生 伟忠哥 我觉得你每次坐在这里 选手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正中间就是非常 有威严的这位教父 我尽量保持没有什么表情 好好听歌 今天应该是非常非常精彩 今天非常精彩 同时呢 我想这次金星娱乐 也这个集结了 星光所有的好手 在9月11号 在南港展览馆 会有一个演唱会 在9号 9月11 在哪里 在南港展览馆 好 谢谢 好 漂亮啦 好 接下来这位 好久没有看到她 难道她都去江湖上面杀人了吗 女士和女士 她回来了 有没有很恐怖片感 回来了 她是谁 不是死前俱饿 也不是食人鱼哦 欢迎面诀师太 小虎老师 小虎老师 最近都要忙些什么 最近跑一些海外比较多 然后筹备下一张专辑 哎哟 太好听 待会在中场也会为我们表演一下 啊 是 是 因为这个发片的歌曲 对不对 不是啦 就是也会有表演 但是之前的 哦 之前的歌曲 OK 那小虎老师请问一下 其实你在这个海外巡回的时候 比如大家对于星光的选手 有什么样的评价吗 呃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节目啊 然后比如说到内地的时候 他就会很多关注内地在台湾比赛的选手 哦 对 然后其实他们整个节目是备受注意的 对 然后当然有很多都是喜欢 某个人他们都会喜欢自己的选手 他就会问一些 那我觉得身为一个评审 我觉得都要以公平为主啦 所以也都是希望各个选手 大家都是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哇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在Live播出的节目 Cue了你讲了那么多话 而且他讲得很好 掌声鼓励一下哦 哦 哦 因为师太通常一两句 把人杀完他就走了 好 那谢谢他今天这么的吃香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建宁老师 建宁老师是不是也告诉大家 其实今天晚上 当然是非常的精彩 但是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星光七的选手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是传奇赛嘛 真的是精英中的精英啊 那其实在透过彩排的时候 已经发觉这个今天晚上会非常非常的精彩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荣幸 可以这么多 而且今天我特别注意到 我们四位评审除了伟忠哥以外 都得过金曲奖 都办会演唱会哦 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超强的阵容 哇 对 那至于星光七呢 我敢说应该是一到六届以外 我觉得非常非常强 因为我们的下一个阶段 我们现在正在紧螺密鼓的训练他们 培训他们 所以我觉得星光七呢 也会非常非常的棒 那他们我相信也在看今天晚上这个比赛 当一个很好的借镜 没错 做一个观摩学习 不过这个我们的阿美老师 是很少有时候插不进去的时候 再来一次 建宁老师说 除了伟忠哥 我们都有得过金曲奖 发现不让他插进去 他会有点难过 我们星光培养过金曲最佳新人奖 徐佳莹 啦啦 对 对不对 所以也算是 算了 伟忠哥也得过不少金钟奖啦 伟忠哥明年就要发唱片 请大家支持 好 接下来 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比赛 看看在后台准备的是谁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